政府批准公积金局会员用公积金存款当抵押 向特定银行做个人贷款 详情今天出炉了 40岁以上的会员只要第二户头有至少3000令吉的存款 就可以申请 最高借贷额可以达到5万令吉 无法再提领公积金应急 但如今可以抵押公积金来借钱 公积金局发文告指出 这项措施分阶段开放申请 首先符合资格的40岁以上会员 可以在4月7号也就是星期五开始提交申请 这项便利开放申请一年 至于40岁以下会员的申请详情会在近期揭晓 条件方面会员户头存款必须有至少3000令吉 最高贷款额5万令吉 还贷期可拉长到10年 利息介于4%到5% 这比市场上目前征收的8%到15%利率来的低 符合资格的会员可以通过参与的银行和金融机构提出申请 目前参与的是马建屋银行MBSB 以及大家都熟悉的国家储蓄银行BSN 公积金局未来会考虑让更多银行加入行列 文告强调 这项抵押公积金措施 为会员提供了出路 在最小程度影响养老储蓄的情况下 解决燃眉之急 会员可以从后天 也就是5号开始 浏览荧幕上的网址 或播电查询更多详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